大家好,我是老莫 有朋友问自己做的油酥饼为什么做不出这样的效果 一点也不脆 到底怎样和面,有哪些技巧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做这种效果的技巧 先说一下材料 面粉咱们准备的是130克中筋粉 然后加入一克盐 记住,盐千万不要多,不能突出咸味 味道重了会和油酥有冲突,到时候就麻烦 盐搅拌均匀之后,咱们加入开水 这个开水是100度 烫面一定要烫透,烫匀 这样做好之后,外皮非常酥脆,里面非常柔软 另外咱们今天准备的水量是90克 这个水量足够,千万不要再多了 全部搅成絮状,咱们直接揉面 再揉面这块开始是有些粘 咱们多揉一会儿就好了 揉好之后,一定要保证面团表面不能粘手,不能粘盆 然后把面团包起来 不要让它散热太快 在里面单上个四五分钟 防止烫面效果不一致,咱们封住让它焖一会儿 然后制作油酥其实也比较简单 油和面一比一的比例 然后就自行调味就可以了 自己喜欢什么味道就加什么味道 另外咱们制作油酥也可以用热油来做 两种效果基本一致 但是调好的油酥一定要稍微稠一点 稠一点的油酥咱们在感知的时候不会乱跑 对于新手来说操作更容易 接着咱们来处理面团 处理面团其实也简单,面粉撒上 然后直接把这个面团表面全部粘上干粉 防止它粘在案板上 因为烫面比较粘,糊化比较严重 干粉太少很容易粘 擀面也不够顺畅 所以尽量多撒一点干粉 操作更容易更顺畅 面擀开之后 这个厚度保持一致就可以 尽量不要过薄 因为咱们抹上油酥之后还需要再擀 把油酥抹匀 记住只抹半边 抹成咱们画面中这样 直接这样折叠过来 像包饺子一样给它捏住 把周围露口的地方全部给它捏住 防止油酥露出来 然后咱们敲一下直接擀 擀的时候呢 不需要擀得特别宽特别薄 只需要把这个油酥擀匀就可以 擀成咱们画面中这样 咱们反过来直接卷起来 这样呢它层次就更多 更薄更脆 然后分成小块的剂子 因为是小吃 所以尽量不要做得太大 60克一个就可以 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简单 咱们取一个剂子 直接两边给它捏一下 捏平 然后放在案板上 给它弄成一个平面就可以 捏成咱们画面中这样 咱们直接就可以来擀面皮 擀的时候还是要匀着一点 这个力量呢不要过重 尽量不要让面皮烂掉 这个面皮的厚度大概在两三毫米就可以 然后把准备的葱 这个葱呢咱们需要用油拌一下 直接摆上去就可以 然后直接两边对折 对折之后直接把口封上就可以了 其实这样操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捏好翻过来保持上面是平的就可以 然后再撒上一些干粉 咱们就可以来擀了 擀的时候呢其实也简单 咱们不需要把它擀得特别大 擀得厚薄匀就可以 这时候的酥层已经很薄了 尽量不要擀得过薄 如果弄得太薄 咱们做好之后它就容易碎 这个厚度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就完全可以 近一点大家看一下 大概这个厚度呢在八毫米左右 这时候咱们就可以来做了 饼铛加油 开大火预热个三五分钟直接放上 放上饼之后 咱们记得上面一定要多放一点油 或者是刷上油 这样咱们做好它上色更漂亮 用一张吸油纸给它封住油分 这样上面粘罩的部分它就不会过老 盖上盖大概三分钟开盖 开盖以后翻个面主要是让它受热均匀 里面的分层就自然更明显 再把吸油纸放上还是同样 盖上两三分钟开盖 这次开盖之后颜色基本就OK了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圆圆的 鼓鼓的像这个时候就可以盛出来了 盛出来咱们直接放到烤盘里面 咱们需要进入烤箱 以前把烤箱用最高温度预热十分钟 然后把做好的饼放进去烤五到六分钟就可以 时间到了直接拿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时候里面的油酥还有表面的油分 基本上就被烤干了 外皮就是特别酥脆的 捏一下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 外面这一层非常的酥脆 里面的层次就是一个柔软的状态 就是咱们很多朋友在做的时候 不注意擀这个酥层 容易擀得过厚 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个酥层调整的稍微薄一点 先煎上色再放入烤箱 基本上就没问题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